大家好,7月25日,星期四 我想大家的焦點是… 今天也有很多新聞 關於財經也有很多新聞 特別是香港有幾宗爆炸性的 大家的焦點是台風、美股 也不算是崩盤 我都說過,它會這樣調整 為什麼會調整呢? 就是之前不應該升,現在就交出來,很正常 特別是Tesla 我知道有一讀者很不喜歡 他不喜歡我說Tesla 但是我經常都說你要實事求是 你真的要看看那個… 因為它美股不是港股的 它真的看過業績 你問我美國華爾街 那些錢在游來游去 當時香港也是一樣的 那些錢在游來游去 突然間跌幾百點 突然間可以升幾百點 不出奇 因為有很多錢在那裡 但是你看到香港現在就不會的 那整天都17000點 但今天就問少少 今早上跌了200多點 成交597億 那我錄的時候 現在是1點10分 那看看它會不會互盤 如果它不互盡的話 就會跌穿到16000點 那麼問題和美股最不同 就是它沒有升過 即是它有升過 去到19000多 給你20000 不要那麼少加 跟我計那十幾點 我給你20000 你共產黨的名字 只是共產黨三個字 坦白說 都值那十幾點 我給你20000 那現在就回到17000點的邊 那看看你要不要免 你要免就保住17000點 不要就算了 16000點 很簡單而已 對不對 有幾難呢 那今天講的題目都幾多 那大家今天就一路聽下去 那也都講回一個紙疾 剛剛才知道 就忍痛是 就是 蝕讓了幾年前買的樓 我聽到那些年輕人這樣 我都很心痛 其實 很心痛 我聽到那些年輕人這樣 那怎樣呢 剛剛這樣 三十七八歲 沒有子女 結婚了 那出來做了十幾年的積蓄 完全沒有了 一會兒跟大家稍微講一下這個故事 那當然我不是直接認識他 我認識他老爸 即是真的認識他老爸 即是朋友 當然他爸爸大過我的 即是六十幾 差不多都大我十年了 那兒子現在是三十 我估計大約三十六七 我沒有問 結婚都五六年了 那就是前幾年就入市了 即是買了樓 唉 即是 我都沒有話說 那一會兒去到那一刻 就說了一點 那今天我們選了這個做封面 其實有很多爆炸性的題目 那今年呢 中國有二百多隻養老基金 那今年已經有七隻是清盤的 那還有一大部分呢 今年可能都會清盤的 那怎樣呢 那在中國會不會老友所依呢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說 一會兒都會講一點點 那個強積金 那原來呢 即現在是 不關你用BNO的事呢 那很多在外國的都拿不到強積金 是啊 都拿不到強積金 所以我現在是當沒了強積金 一九年到現在我真的省了很多 不是開玩笑 我寧願我自己輸 那我沒有輸 對不對 我都不寧願把那些錢這樣給他 真的 六年了 就來 就來六年了 五年多了 這個決定是明智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正在攻擊 你正在攻擊 你又離開了香港的話 你打定輸數就可以了 其實真的 很多現在可以拿的 就是他唱了歌 對嗎 很多唱了歌 你差不多 現在四年至五年了 那有誰得到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 美股跌 沒辦法 這個調整 比較像樣子 我覺得 鑽石狗組合 三條二 222% 美銀 110% 今個星期 我們就 沒有放 因為上個星期 放了文章 大家如果訂閱 投資日志 或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或者YouTube 投資筆記 大家就訂閱 八月份 因為七月份 還有兩期就完結了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即是 現在在內地 即是那些所謂的養老金 所謂的養老基金 投資 是不是真是老有所依呢 現在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他出了一個叫做偶言稅的東西 即是說 你將錢傳入銀行 你要解釋給銀行 你的錢怎麼來 很重要的 你說不傳入銀行 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它是電子支付 你不傳入銀行 就沒辦法做電子支付 你傳入銀行 他就問你的錢怎麼來 你拿出來的時候 就要去派出所登記 你拿份 即是 提款同意書 才可以去拿錢 否則 你每天的提款機 拿得幾百元 這個我在網上看回來的 即是一些報章 我看過很多這些報道 簡單說一句 你傳三萬元 正常 那兩萬元的工資 那一萬元怎麼來的 哦 這一萬元 我在網上做這個大貨直播 那你交稅沒有 還沒有 還可以 抽六成稅 那一萬元 自動有六千元 就被政府拿了 不知道誰拿了 其實是不知道的 否則你就不能傳 你要有證明 影印你所有東西 那你怎樣 你不傳 喂 現在全部轉了電子支付 你不傳錢 就沒辦法生活 即是焗死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哦 我 即是彩票 每人都回來的 那你證明不了 行了 那就抽你偶然稅 即是你的錢是偶然得回來的 那就六成稅 六成 其實 沒得玩的 即是中國現在是沒得玩的 怎樣搞的 這些稅 會不會將來在香港 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人 那些專才來香港 虧錢 他都買樓 其實他知道 為什麼 因為在國內這樣的環境 先搬來香港 然後再把錢搬出去 即是你現在甚至好像建設銀行 都是 你提款 你先去派出所 先拿個提款證明書 才可以辦理 如果不是辦理不到 那就是這樣 全錢都糟糕 那你怎樣呢 對不對 如果出錢 他不是給你 自動把你的錢傳到中國的銀行 那你便可以死 所以現在是沒得玩的 現在是 先說了一個颱風 隔美是一個非常之強的颱風 有人將它給美做當年杜蘇銳的颱風 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很厲害 今早上凌晨4時20分 已經在桃園市出海了 但是當它橫過台灣的時候 造成兩死279箱 那有一個高雄的婦人騎電單車 即是有棵樹塌下來 就摘死了 那麼今早上 花蓮有一家三口開車 她只不過是把車 停了都不夠一秒 樓上大家知道花蓮那些是一些舊區 整棵牆就在上面塌下來 那麼後座的媽媽就當場死亡 那時候是六層高的 六層高的大廈上面有一個矮牆掉下來 那麼後座的媽媽是當場死亡的 那麼兒子很小 那麼就打中了頭 但是沒有當場死亡 現在在醫院裡急救 很嚴重 是很厲害的 那個颱風是很厲害的 那麼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現在它出海 我看到台灣的天氣報告 這個甲尾雖然它橫過了台灣 但是它的中心風眼是很完整的 就是說台灣沒有對它的風眼有任何的破壞 那麼現在大家一看就知道去哪裏 就是進去福建 這樣就糟糕了 因為進到福建 我都不敢估計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國家已經這樣了 即是四分一個國家就跑在水裡 那麼現在還弄多它風雨很大很大 這個颱風 那就是不知道了 那麼台股呢 即是我今早一看 知道台股沒有開 那麼估計都是因為台風所以是優勢 但是大家都不用想 因為明天一開就一定跌回 我想它台股有機會跌兩 未跌完的 即是美股是未跌完的 大家要罵底也不要罵著 未跌完的 你過了一個業績週期 這樣的話 我想明天台股一開 大概是 怎樣都要跌1-2% 即是我說的是指數 是啊 所以它說今早上已經說 這個7月25日 即是不排除明天台股服事的時候 是暴力式保跌下殺機會很高 香港就比較幸運 即是根據那個移動路徑 即是根據那個移動路徑 一直都跟香港保持500公里的距離 所以連颱風也不用掛 但是它吹開了一些烏雲之後 香港就熱到媽媽都不認得 香港也算得到 真的 真的撿到 因為如果這個風打過來的話 就真的不堪設想 美股昨晚也跌得多 道指射了500多點 納指是跌600多點 那你說是否完全是因為Tesla Google等一堆 我覺得大部分 只是佔一半左右的可能性 一會兒讓你看到 那個權重你就知道 我覺得另外一個 為什麼股市會下跌呢 就是因為民主黨 現在就大力吹谷 就說這個賀錦麗和特朗普是勢軍力敵 大家都明白 最近為什麼股市升呢 就是因為特朗普效應 特朗普上即使不升也好 股市不會跌的 對 但是如果賀錦麗上的話 賀錦麗就是什麼 賀錦麗就是 年輕版的拜登 那股市怎麼會不跌呢 對 所以這一著民主黨 是 怎麼說呢 可能他們知道 但是沒辦法 一定要做王 就是說 說都說到 唱都唱到 賀錦麗和特朗普是勢軍力敵 但是問題就是 除了賀錦麗 是年輕過特朗普之外 我們沒有看到他做過任何政績的事情 即使他之前做議員也好 那怎麼會跟特朗普勢軍力敵呢 我也不明白 其實是 那問題呢 有讀者就說 怎麼說呢 有讀者留言就說 民主黨這次 一樣可以好像上次這樣出述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上次能夠出述是因為郵遞票 因為COVID-19 大家要明白有一些機制 是令到那件事更加容易或者更加難去做的 另一個例子 如果你有看那些所謂賭博的書 所有的賭場 其實你怎樣去賭也好 贏面都是他高的 為什麼呢 規例是他定的 贏面都是他高的 反過來 郵遞票本身就是容易出述的 很簡單 但是當場去投票 難很多 有人拍照 我簽了名 我剪了 點進去 這個是難很多 有些東西 譬如說細菌的 他天生就是那個環境令到他活躍些 當你沒有了環境之後 你都可以出述 不過難些 這樣解釋而已 譬如我們經常說 香港以往來說 比較公平競爭的 你就可以做生意 是吧 好了 但是現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待會我們說759 令到你民營企業是很難做下去的 他的環境是這樣 你明白嗎 那有沒有做到 有 不過比例少 是吧 比例少 大家就要明白那個環境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了郵遞票的環境 你都可以出述 難些 還有做不到預期的效果 你說他會不會出 一定會出 不過難些而已 就是那個效果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簡單說 那我為什麼要用武器 我用拳頭打你就可以了 因為用武器打你會比較傷 對不對 現在你沒有了郵遞票 就是沒有了武器 是吧 就是這樣解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 賀錦麗會和特朗普勢軍力敵 但是民主黨是這樣吹 當你一吹的時候 賀錦麗上 那股市就馬上回了 有一部分股市回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不是完全因為Tesla 或者Google 其他那些 Google都不是做得不好 其實是可以的 問題在這裡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 剛剛碰到特朗普 被刺殺的 那一天的話 我想你怎樣跌也好 市場都會升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道指 我看不到有哪個成份股 是拖累市場 是一兩隻跌了五百多點的 我估計每一隻都有份跌 這個就是我認為是和賀錦麗有關的 就是賀錦麗的呼聲高有關 納指我給大家看一下 NVIDIA Google的A和C ABC那些我不說了 說過很多次了 接著Tesla 你看看一二三四 這四隻股票 它的權衝 差不多已經是16%了 但是足不足以 令到微軟和蘋果也有跌 但不是跌得很多 只是這十幾個% 足不足以令到NASDAQ 是跌了六百多點 不足以 最主要就是有一部分 是因為賀錦麗的呼聲高而來的 即是說之前升那些 現在交出來 還沒跌完 我估計還沒跌完 還有些會跌的 如果我們看日圓 我之前也說過 日本央行一定會做事 如果你有留意 其實日圓兑美金 已經由162元 跌到153元 他有做事 他做了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做事 不會打鑼打鼓 不會大嘴巴 你看我們特區政府 說到大一大夜經濟夜繽紛 現在不說了 城市也不說了 一國兩制也不說了 國際金融城市也不說了 你看賣地 我們明天會說 一幅地推出來 即時流標 即刻流標 測量行怎麼說 六五折都算不上 樓價六五折我都算不上 賣樓的數字 怎麼投地 還說賣地花 你還沒睡醒 你準備財赤做黑衣也可以 你今年只有一幅地 沙田那幅 還有第一季流標 現在你一出都流標 已經是 一出就流標 收一封標書 根本去不了底價 你還出 推多些出來 所以日本央行說 縮減買債 我看到的消息 就說 日本應該會加薪 可能是加最低工資 我不知道 立一立 有傳 今個月底 日本就會再加息 如果加息 日圓應該會再上回去 即是再升 我不猜這些 很難猜 但148至152 我想是一個 他認為舒服的水平 我猜 即是我自己猜 Google的股價都下跌 但我們今集的YouTube投資筆記 就會分析 我昨晚已經看了他全財務報表 我不覺得很大問題 我不覺得很大問題 市場上就是這樣 市場是這樣的 即是 他股價跌就股價跌 股價升就說股價升 你都沒有分析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 我見到郭sir被人吵了 你股市 即是股市 即是股市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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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你分析嗎 這樣也是 是吧 大家如果訂閱了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今集就會聽到 那我還在想 即是有沒有增持Google的機會 有沒有增持Google的機會 大家現在知不知道 在客戶的層面 customer的層面 即是我們不是說NVIDIA 我們不是說台積電 你不會買台積電的產品 你不會去買一個NVIDIA的顯示卡 你又不會去幫襯 但是你會用哪個 你會用Google 你會用微軟 你會用蘋果 對不對 大家知不知道真正 接觸客戶有AI的 是哪幾間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大家知不知道 整個世界不包括中國 數碼廣告銷售 數碼廣告銷售 只是Facebook和Google 就佔了57% 數碼廣告收入 另外一個是Netflix 買什麼股票 大家知道 是吧 其實Cowstrike也有影響 即是它在蠟子裏面 都是佔一個比例 不過不大 是吧 大家看到 即是現在說什麼 沒有用 即是測試軟件 說來也多餘 這個股價跌得很厲害 即是它又 三 四塊幾 四塊 跌到下去 突然間一卸 就卸到250多元 即是跌了150元 差不多跌了38% 那乾媽就要捱一捱價了 即是鬧底鬧得過早 我不會買一些400多倍PE的公司 即是你跟我說你增長多厲害 我都不會買的 即是400多倍 大哥 100倍我都會考慮 即是如果你是個盈利追上來 但你說400多倍的我不會考慮 你追得上來才算 是吧 這個就是 我今早上錄了Patreon 明天早就會出街 就說現在開始發現一些叫做戒庫檔 即是戒你和牛仔虎 西灣可有 這個太子都有 即是這個花園街 金魚街 等等都有 對不對 即是真的用戒刀戒 對不對 有很多市民大家看到 整個褲袋戒爛了 幸好那個環保袋 為什麼這個環保袋又戒不爛呢 這個大家 即是 如果你還沒訂閱 就 光顧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的台 但如果你訂閱了 明天早上就可以聽了 今天我們把經濟的新聞移回來香港 順便說 我的朋友的兒子 應該是他的兒子和媳婦 大家看到 上個月 即是說 六月份 香港的消費物價指數是升了 外出用善和外賣價格是升得很快的 這個我們叫滯漲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 經濟活動差不多停止 但是衣食住行的東西 就會加得很快 這個就叫滯漲 我想香港很多市民都感受到 例如麥當勞加了價 大快活加了價 大家樂加了價 茶餐廳加了價 一些買菜都加了價 不是開玩笑 十多元一斤就變成十四元一斤 肉又加了價 雪藏雞也加了價 衛康又加了價 百家又加了價 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買菜 應該感受得到 唯獨一樣東西 就沒有 就是我們交差響 地稅那些 就沒有得寬免的 已經是 只有幾百元一年 這樣就沒有寬免的 已經是 今期的電費都金的 因為開冷氣 這個燃油附加費 又沒有得減免的 大家看到我打個星 都知道是什麼事 就說香港 即是水銀 香港成年人 平均身家都有四百多萬 十個人裏面有一個 就是百萬美元富翁 差不多接近八百萬 比新加坡 最近我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就是 兩夫妻 沒有小朋友 2020年的時候 就入市 買哪裡我不說了 就買了一個 兩房的單位 趁疫情的時候 七百多萬 七百多萬 交四成首期 有部分就問我的朋友借 借六成 借六成 大家都算到 借六成 差不多是四百多萬 借四百多萬 左右 每個月要還 大概是兩萬四元左右 其實她是做銀行的那些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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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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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找到的薪金是沒有接近一半 本來是四匹多,現在只有兩匹多 薪金一個月都不夠公樓 或者剛剛夠公樓 要靠他老婆 他老婆也有兩匹多一個月 剛剛夠 但現在很擔心一件事,就是他老婆的工作也不是很穩固 經過了兩個月的掙扎 不是辦法 忍痛就虧讓,賣了出去 結果賣到的錢大概是四百萬美左右 四百萬美 還銀行貸款 給了一部份,一部份就是我的朋友,還了 然後留一點錢就現在租樓 現在租樓 最後的結果就是,熬了十幾年 全部的 除了住了幾年之外 全部的這十幾年來的積蓄全部都沒有了 整個首期都沒有了 相當沮喪 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他想捱下去的,但兩夫妻這兩個月計算一下,不是辦法 即是看到市場不是辦法 根本沒有辦法賺回四萬幾個月 沒有 直接不用寫這個薪金,你寫這個薪金見都沒有 現在就是這樣的環境 那我跟他說,就是看我節目 你唯有看我節目,你有什麼做的 你一個年輕人打擊都可算是大 你不要忘記 四成首期 加上裝修成三百萬 那就沒有了 你現在要找很難 你明不明白 他現在就很怕他老婆都被人解僱了 他老婆做的那些主任的 都是在銀行做的 現在是很危險的 即是現在他說 不是要求你減薪金 他直接是redundant你的 直接是解僱你的 不止他一個 大band,名字我不說 香港大band,但名字我不說 我唯有跟他說,就是看我的節目 沒辦法 如果你有看我的節目,就不會這樣 年輕人很難賺三百萬 特別在現在的環境裏 這個就是今早上的東方 民生就亮紅燈 這個 比疫情更慘 我們看看 那個民調是怎樣 這個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做的 民生狀況不滿意率 是由今年年初的 46%升到55% 經濟狀況不滿意 由58升到61 政治狀況不滿意 由41升到46 最關心民生議題的 由38升到46% 現在香港人是很擔心 經濟問題 等於 我剛才說的世襲 沒辦法 他過去那兩個月 他算不上數 根本你不需要寫四萬元一個月 沒有人會請你 根本工都沒有一件 兩萬多都做著先 都做著先 根本你沒有可能去頂動一個七百多萬 樓宇的案件是沒有可能的事 是沒有可能的 之前說的什麼內地過江農什麼內雪的茶那些全部結業 五年前來的 2019年來的 山頂那一間 好像還有一間K11就不知道了 在山頂和K11就有的 K11我也看不到 不知道 沒有留意 但是山頂廣場那間就已經結業了 另外海港城的Muji也結業了 7月底就Muji結業了 海港城的店 Café Miu都結業了 可惜 因為我都吃過一兩次 他也不便宜的 但是就結業了 去到 7月28號 就收工了 這個不知道 另外海港城店的Muji 亦都會在8月中結業 不過他有說的 他說有間新鋪 9月中會開 除了是無印良品之外 就會加上Café & Miu的Muji 到時候就等他公佈了 他說的 可能走了就不回來也不頂的 這個不知道 另外我剛才也有說 759阿信屋 突然間就說 凍結所有大型投資計劃 大家都知道 你看他的財務報表 基本上就很敏水 如果以香港現在 那麼多比例的內地人 內地人回到內地消費的話 我想這個阿信屋可能會突然間結業也不奇怪 所有的大型投資計劃都沒有了 大家覺不覺得現在少了很多HKTV Mall 我附近地的站那間都沒有了 沒有了 大家覺不覺得突然間少了很多 很多都沒有了 其實這些是 因為很多 第一香港現在變了很多內地人 內地人回到內地消費 香港人 亦都有些開始 亦都有些回到內地消費 但是 很奇怪 星期六日早上 我看到多了香港人 多了 前幾個月 很少的星期六日 但是這幾個星期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經濟不好 那些人 不是經常走上去 因為你知道走上去一次 花幾百元 甚至有些花幾千元 這樣的話 我想阿信屋可能 不玩得久 即是不頂得久 這宗新聞都幾爆炸性的 那盈光幕這一位就是總督察 葉春榮 他已經退休了 你看肥頭得意 幾過癮 那他被告什麼呢 他被告 他在社運期間 OT是騙津貼 他呢 當時社運期間 他的時薪是六百元 而這個 行動的津貼上限是每個月一百五十小時 即是一個月 他拿到盡可以拿到九萬元 九萬元 究竟是不是他的人工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他們很多津貼的 但是呢 九萬元也不少 問題就是什麼呢 現在呢 他退休了 現在就告他騙OT 我第一樣東西看到的就是 他被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七項代理人使用文件意圖欺騙其主人的交替性控罪 即是說他現在被控八個罪名 當時的行動叫做踏浪者行動 反修例期間 就說他做這個行動的時候呢 超時工作津貼是不實陳述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為什麼會動他 大家都明白 警隊是內部審查的 為什麼會動他呢 原因很簡單 第一 你已經退休了 沒有作用 第二 你後面的後台 不夠厚 第三很明顯就是沒有錢 你要明白 現在入了罪 他所有的津貼 或者長縫是沒有了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我一個月還給你十多萬 現在警隊不夠錢 現在是 那就找他來開刀 你看看誰控告他呢 笑死你 誰控告他 沙田警署 習項調查小組主管 陸詠 即是營光幕這個女人 笑死吧 一個習項調查小組 會控告一個退休的總督察 你什麼身份啊 剛剛 即是說內部有人 是指示你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他要找一些人 他要找出一些 第一 剛才說過 你沒有背景的 第二 你退休了嘛 你退休了 我不用再用你了 是不是 第三 沒有錢 為什麼每個月 看到 每個月 你退休了 你拿十幾萬 那這十幾萬 分給現在的手足 是不是好一點 一直揭回以前的東西 看看有什麼能夠進入你 哦 找到你了 什麼事呢 就是當時的社運踏浪者行動 這個陸詠 是譯音來的 陸詠 有機會是內地人 你看樣子也像 有機會是內地人 他曾問被告 你怎樣處理 那八 他八月的 超時工資 被告就說 CAM捉一百五十個鐘 其他那些鐘 CAM tie off 就是說 最高薪金那段 我CAM捉 其他那些 Time off 就是當我休息放假 他們有假期的嘛 即是一毫子都不用扣 用假期來底 那個月是出足兩份量 好了 但是你看看右邊 他當時CAM的時數 正常人都會覺得有問題 你看看他2019年 10月 8月10號至11號 你CAM 26個小時 你不用睡了 你看看另外一個 他是CAM 8點半 至到7點早上 10小時 你又是不用睡了 我當你10個小時不用睡了 2019年8月17號 你CAM 24小時 你做給我看 24小時 好了 2019年8月23號 CAM 12個小時 50分 你不用睡了 為什麼他這樣CAM CAM 12個小時 因為要CAM 150個小時 就唯有盡量扔下去 是這麼簡單 其他那些不是不CAM 是Time off 即是我拿足兩份量 即是那個月 他一個月的收入 不知道津貼多少 就已經20多萬 一個月就已經20多萬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他沒得扔 他一定要扔在那個月裡面 你看看 全部是2019年8月的 現在上面那些我們要CUT 要CUT budget 那怎樣 直接動你 直接動你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不是的話 他根本就不會擺放到法庭 那就進入了 進了之後又怎樣呢 不好意思 所有你的場索都沒有了 因為你每個月 十幾萬的 總督策我不知道多少錢 大家不要挑戰一下 我懶得查 可能一個月是不止十幾萬的 搞定你 拯救 這個失實陳述 再加上七項控罪 入其中一項罪 你坐超過三個月 不好意思 所有長逢無散 應一下兄弟好過 你都利用完了 那就這麼簡單 另外一個城市 我們之前第一次 我一聽到 已經 你這個 所謂武林盛事嘉年華 葉劉也出聲 原來主辦機構的榮譽顧問 是盛事基金委員會的成員 那就是你打了 自己批自己 最大問題是什麼 他用了1468萬 但是有演出者說 我沒有收錢 我貼錢 怎麼為貼錢 我坐車來 我自己出飯盒 那你為什麼有1468萬 去了哪裡 還有最大問題是什麼 原來 差不多五日 我不記得五日 還是七日 活動 只是吸引了幾十個人 停下腳步看 不是 1468萬 只有那幾十個人走過看 不是吧 香港的盛事就是這樣 說有沒有用呢 因為這些是利益集團 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的錢就是這樣去了 是吧 說回市 港股現在大問題 大問題 排隊退市的 股票 市值 比IPO上市值大 大家看到 現在今年上半年 有14家在香港上市公司 排隊退市 市值85億美金 但是今年上半年 上市的只有17億美金 有哪些呢 歐蘇丹 維達國際都退市 你就算吧 哪裏有得玩 沒得玩 歐蘇丹當然是走啦 你根本完全站不到資 那怎麼會還在這裏呢 根本你的市是 死了好像一潭死水 哪裏有人還會在這裏上市 這個多餘 這個 那麼最離奇的一件事 就是陳茂波 去了這個 有啦 陳茂波 大番薯 跟著有余偉文 最後那個我不會 剛剛去完這個北京 說很封石的成果 加深了一對三中全會的精神領會 他都沒有說過 你領會到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他領會到什麼 把更好部署香港 拼經濟 那麼他三中全會都沒有說過 那麼你領會到什麼呢 大家看看我圈著這四個應該就是香港的 四個加起來就250歲了 那怎麼辦呢 剛剛 我們都不適合的了 就來60 剛剛 你找年輕人去做 你看 一二三四 有讀者說 你不了解了 這個 葉劉 家庭背景是很紅的 對 所以 在港英年代的時候 英國佬 就不會用他 查過你背景的 我說過的 當時我老伯 他升了做楚堂 幫班之後 回過鄉下 他才知道有人來鄉下 是問過他的背景的 英國佬問過你 知道你是共產黨有背景 他不會升你 因為當時六七暴動 所以 葉劉 林鄭 你不排除 這個 超哥 或者大餅強 這些全部都有紅色背景 他們的父親 你不知道 所以 所以 港英年代 就不會升他 你說得對 你報什麼處 四個加起來就250歲 不止 有些是70歲 如是問那些六十多歲 270歲加上四個 那怎麼做 沒得做的 全部都是古老思維 最近大家知道周大福的零售大跌 總而言之你現在騙了這個中國也是死的 LV也死了 Hermes也死了 幸好還有外國銷售 不然就倒閉 你看周大福的股價 你自己看看 現在的股價 現在的股價 差不多已經去回 2019年的股價 中間所有中國效應全部消失 最高股價差不多 曾經 去過17元 現在只剩7元 還有一些利息 還有一些股息 大家想聽這個幣少爺嗎 我知道大家想聽這個幣少爺 幣少爺是相當年輕的 你看到他是1994年 現在才是30歲 大家都這兩天會聽到 今天會聽到 2018年在深水埗殺錢 你說很奇怪 爲什麽 爲什麽2018年的事情 現在 特區政府才申請這個國際刑警的紅色通緝令呢 大家知道國際刑警的準 國際刑警的總部就是這個法國來的 中國和法國就有些計談 因為牽涉到什麽呢 牽涉到加密貨幣 是很難查的 相當難查的 終於用了4年的時間 拿到一些證據 他現在的騙案 我們所知的主要就是香港 騙你們投資比特幣 加密貨幣 還有這個挖礦機 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他的助手在這個JPEG案裏 曾經被捕 接著就放回 有陳怡那些我們都說過了 陳怡就失蹤了 陳怡還有沒有拍Youtube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沒有跟進 我不知道陳怡還有沒有拍Youtube不知道 大家告訴我 如果你 如果你發紅色通緝令 這個幣少爺的話 你都應該通緝陳怡 是啊 陳怡呀 莊斯敏呀 等等都要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證據是很難收集的 因為牽涉到加密貨幣 我相當相信這個幣少爺 他在 加密貨幣的認識 是比香港的大部分人更厲害 其實他很早的 做這些加密貨幣 騙你們買 叫你們買那些 即是投資的那些滑礦機 後來就沒有了 大家都知道 你說現在 即是現在去通緝他們做什麼呢 因為在 國際刑警來說 你紅色的Code Wack是最高的 這個跟政治無關 所以他要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入紙入去 即是你要先發了通緝令 然後才向國際刑警申請 如果國際刑警同意你的話 你應該有很大部分的證據 才可以通緝他 另外這個就是他的助手 他的助手就是莫進廷 在最近的JPAC案裡面 也是曾經拉過 後來放回 應該就離開了 應該就離開了香港 陳儀那些都是一樣的 陳儀那些都是一樣的 問題就說 容不容易 怎樣說呢 可以拉回他 要看一下你會 即是背去哪裡 譬如你背去第三世界國家的 這樣可以的 即是那些是沒有引導令的 但如果你說你走去歐洲 去這個美國 或者去這個日本 台灣之類的 除非你病了 即是沒有身份 因為他又不怕的 因為那些是加密貨幣 全部是加密貨幣 但如果加密貨幣 你是怎樣說呢 譬如英國的 你出了這個 紅色拘捕令的話 他都可以 向這些加密貨幣公司 就要求拿你的資料 即如果國際刑警的話 那除非一件事就說 國際刑警做不做事我們不知道 即不是由你特區政府控制的 國際刑警做不做事 是國際刑警的事 做到或者做不到也不關你事 但就沒有申請政治庇護 因為這個 即不是政治事件 那他要麼就背在一些 民主國家 但沒有身份 這個是相當困難 但歷史上是有的 有的 好了 如果你背在另外一些國家 譬如說 緬甸 菲律賓 都可以的 那你就危險一點 因為那些地方 你被人知道有錢 就很麻煩的 那你一被人知道有錢 你菲律賓那些地方就麻煩了 或者泰國 那些地方 泰國我不知道 泰國國際刑警會不會理我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都很麻煩 如果他 都出國際刑警的話 陳儀那些應該要出的 一個案子 陳儀也是 你看到現在JPEX案 所有當時光顧陳儀那些 現在的錢都是沒有的 是呀 陳儀呀 莊斯敏叫人買呀 那些肥媽有沒有份 好像我們當時都說過肥媽 林作呀那些都要拘捕 林作不能走的 為什麼呢 你始終是名人 你林作還有很多錢在香港 包括他媽媽 這個走不了 你明白嗎 林作想走的 但是他走不了 但是陳大儀那些可以走的 是不是 你全副身家如果是 是加密貨幣 什麼時候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就回不了 現在是沒有身份 沒有身份 因為你 你一有身份的話 民主國家他立即抓得來 那麼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要 動弊少爺呢 他不是想動他 其實 他想拿他的那些 加密貨幣 你明白嗎 他可以操控的加密貨幣一定是相當多的 他想拿他的加密貨幣 或者是 有一些東西 他知道了 他想拘捕他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他是想拘捕他的人 但是國際刑警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國際刑警做不做事我也不知道 國際刑警接了不是一定要做的 這個大家都明白 是啊我接了你 就是申請了紅色通緝令 那怎麼辦 他未必做事的 我不知道 特區政府也行 喂 我們走去報案 不知道看不到呢 走過都看不到 很多都 不好意思 不知道 看他 就是看別人國際 做不做事 一般來說 如果不牽涉政治 都會做事 很明顯他就想要他那個人 要你的人回來 大家看看 陳怡 林作就不用了 林作隨時可以拘捕他 肥媽等等會不會拘捕呢 如果 一事同仁的話 應該都 出通緝令 最少香港出了 現在我看不到香港出通緝令 就是 通緝這個陳怡 沒有 我想他沒有回來 應該沒有向警方報告 應該是吧 沒有了 沒有了聲音 是吧 另外這個 香港人 應該大家要小心 這個報道 是英國衛報的 22日的報道 很多香港人以為 總而言之 我不牽涉到這個 BNO 我移民之後 就可以拿回強積金 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不要看到封面的許智峰 原來有一名澳洲永久居留的民主派人士 民主派 去年11月 希望領取總值超過60萬港元的強積金 他沒有用BNO的 他是用 他已經入籍了嘛 澳洲 但是今年3月告知 他帳戶正接受調查 不是遲些 我接受 我沒有辦法處理你的申請 你不會拿回 好了 還有 下面有一些人 有一些 移了英國的香港人 他本身已經有BC 有的已經是 拿不到 拿不到強積金 申請不到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移民了香港 移民離開了香港的話 你是有可能拿不到的 不知道什麼理由 大家不要以為你離開了香港就拿得回 我估計有一部分就拿不回 不知道什麼理由 現在剛剛這個就叫做民主派 他只是民主派人士 他不是民運人士嘛 他沒有搞過社運 為什麼拿不做 我只是民主派 我沒有搞過社運 沒有衝擊國政府 我沒有底 不好意思 你的帳戶接受調查 調查什麼呢 不知道 根本沒有辦法處理你的申請 你 就是說如果你移民 無論你是用BNO也好 不用也好 可能你也會拿不到強積金 大家詳情請你 向你自己那間強積金公司 自己去查詢 我們不斷地說 那兩集已經說了 現在路透社就說 內地有兩間基金公司 撤的薪酬上限 令到有一些員工 要退回 多了的部分 很簡單 很簡單 路透社說 中國基金管理公司銷售及投資高階主管 及部門負責人的基金連身 是介乎一百六十萬至六百萬之間 我都說過現在最高是五百萬 即是你多了一百萬 好了 Morgan Stanley 中國共同基金業務 前負責人 即是他已經是離職了 Mandy Wang Mandy Wang 就說 他現在是要被人收回幾年前的薪資 即是說簡單 如果你拿足六百萬的 麻煩你退回一百萬 即是你可能要退回幾百萬 當然這些是黨員來的 不是一般人來的 你不要搞錯 拿得這樣的人工一定是黨員來的 所以這些人是不抵可憐的 另外也影響招商基金管理公司大約是六十個 高階主管及基金經理人 現在他們說 不如我們躺平吧 躺平他就解僱你 就像我的侄一樣 我當他是紫侄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 叫他做世侄 他就解僱你 你躺平就解僱你 就是這麼簡單 你幾百萬一年 現在哪裏可能找到 我世侄 四萬多元一個月 就是現在 即是之前 現在找不到 他這兩個多月裏 總而言之 你寫四萬多元 沒有人 不能見工 根本出不到這個價格 現在只剩下兩萬多元一個月 他立即做 然後現在拿回幾十萬元用來供樓 不是 用來租樓 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用來旁生 就是這樣 他現在很害怕他老婆都被人解僱 因為他老婆是做了一些主任的 都兩脾幾夜一個月 現在這些位置 我告訴你 真的不需要 他自己都知道 就是幫頭幫尾 拍一下印 有人 有人問財富管理 然後用來 就是 拿下訂閲的 等等 他都知道 不熬得久 你遲些有AI 連AI代替你 那你就糟糕了 反而中國的生成式AI 我告訴你 他現在說 由今年去到30年 即是這六年裏面 中國的軟件IT運服務 複合增長達到37% 一定是 因為為什麼 他是壟斷了 他給了這個百度 怎麼會不30% 還有一件事 這個全世界不止 不止是中國 其他 很多職位 很重複性的東西 都會由這個 機械人女仔代替你 整個社會轉變的 大家記住 真的 你如果不做一件事 只是你做到的話 你就要做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你還想著 好像 小時候的老婆 哎呀 我做一些enquiry 幫你記錄一下 Pointment 做一下登記 記下你的財富資料 問一下你 沒有了 不能做的 他由個 AI機械人 取代了你 你一定要做一些事 只有你才做到的 當然要別人 購買才行 你做那件事 不購買的就釘過去 對不對 你說會不會將來 我們做股評 投資都由個 機械人代替呢 這樣 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會 不大 因為投資 他 他的變數很多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你答問題 索資料那麼簡單 他影響一個投資決定 其實有很大的 有很大很大的 很多很多 百幾二百個因素 是影響 投資的決定 以及當時的 市的走勢 這是很難避免的 很難找人 找一個AI去代替你 我覺得暫時做不到 將來我不知道 以現在來說 我覺得是做不到 但是將來我不敢說 他在一些數據上的東西 一定比你厲害 他拿數據 拿資料之類的 但是你說這隻股票好不好 他可能機械式回答你 不奇怪 他可能機械式回答你 現在離率是多少 上升的機會是多少 下跌的機會是多少 他回答你 你會不會找一個機械人去 找一個AI的 投資小助手 你是沒見過他 或者那個是機械人 投資你一生的積蓄 我想你不會 我覺得不會 是吧 說我們的養老金 說了整個小時 今天都是 要加班 老有所依 但是內地的養老基金 今年已經有七隻 清盤了 內地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一定要買回自己的股市 這個它是焗死了 今年已經有七隻內地養老基金的清盤 六年裏面 有十四隻 這些養老基金的清盤 只是今年 今年已經佔了一半 其中有基金三年裏面是虧損百分之二 你說虧損百分之二 那為什麼要清盤呢 原因就是 國內有規定 你基金合約 規模是不可以低於兩億的 你跌到低於兩億就要退場了 市場上 還有二十隻 是發起息的退休基金 估計 今年都會退場 都是要清盤的 因為沒辦法 它被迫要買國內的股票 那怎麼會不死呢 在A股裏面 有養老兩個字有270隻 其中105隻成立以來 盈利是大跌百分之八十 舉個例子 景順長城 疑心養老目標基金 三年裏面收益是-21.16% 即是跌了21% 加實養老基金 加實養老目標基金 加上平安養老目標基金 三年以來加實跌了21.98% 平安養老跌了17.87% 那你怎樣養老呢 是不是 一般來說 養老基金有三大支柱 第一個就是政府主導 其實 全部都是政府主導 第二呢 第二個支柱 就是年金 就是做年金 幫你們做年金 年金都是投資 第三個當然就是 個人儲蓄和商業養老保險 就是做保險 其實你現在看無論跌什麼支柱都好 坦白說 現在你看回中國的股市 總而言之它是投資中國的話 100%是虧損的 那怎樣 如果你買了這些基金 即是老人家 它清盤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它通知你快要清盤之前 你全部做回復 這樣你就會跌了幾十個巴仙 跌了幾十個巴仙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清盤之後 等它給你 我想它清盤之後 國內的養老基金 是不會再有錢值的 一般人都是做redemption 但可不可以有錢給你呢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現在國內的基金 個個都什麼 全部拿錢走 但是剛才說過 你拿著的錢又怎樣 在銀行的錢就不是你的錢 你有現金的 你傳入銀行 你要解釋資金來源 你拿錢的要去這個 去這個公安局 拿這個提款證明書 提款同意書 還要拿資料去備份 說不出錢的來源 收你六成稅 那怎樣做 無得做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我們也說過了 內地 現在會徵收地方付加稅 即是說中央救不了你 地方政府 我給你自己加稅 加什麼稅呢 城市維護建設稅 教育費付加稅 地方教育付加稅 你中國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還加稅 是不是 會增加將近萬億元的收入 現在這樣的環境你還加稅 所以中國很快會有一些很大規模的動亂 很快很快 告訴你 說回美國這邊 一直說到最後 Google的第二季業績 我詳細看過他所有的數據 他做得不差 甚至你說YouTube收入信預期 他做得不差 但盤後跌了5% 但其實今年Google已經是升了很多 我們130多元 包括我自己 都增持了 其實 都不錯 都做得不錯 大家要明白 你不會直接去買NVIDIA的東西 你又不會直接買台積電的東西 對 你又不會直接自己去訂這些伺服器 不會的 但你會接觸什麼公司 跟AI有關的 Google 你正在用的 Microsoft 蘋果 甚至是Facebook 那究竟哪些 客戶直接碰到的 是跟AI有關的 他會賺錢的 大家已經知道這個提示是什麼 如果你訂閱了的話 大家就 今期的YouTube台積筆記 我們就會詳細分析Google的業績 雲端收入是盛餘期的 這個Google的YouTube 和雲端收入 還有很長的路線 如果沒有了TikTok YouTube更加在美國獨大 在歐洲獨大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如果訂閱了的話 等著下一期聽就行了 我們就講一下Tesla 今天就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Tesla其實是做得比較差的 今季的業績我都說他做得差 大家看到他今年為什麼會強勁呢 就是最後抽了一棍上去 抽了一棍 抽了100多元上去 差不多是100多元左右 抽到250多元 這個圖更加清楚 這個圖更加清楚 突然之間跌了 13、4% 昨天是12% 會不會全部跌下去呢 不知道 現在的Tesla 是頂不了55倍的PE 現在是做不到的 現在是 這個就是昨天下午的 即是未開盤之前 已經說他盤後跌7% 有分析師說財報品質低下 其實有很多數據 雖然我沒有Tesla 我都真心說他做得不好 出這個報道的時候 他盤後已經跌8% 最後就跌了12% 即是你說的願景是沒有用的 Elon Musk說的願景是沒有用的 你的財報不行就是不行的 再說一次 Robotax 就是再推遲發售 即是推出市場 你已經退了很多次的 已經是 你究竟推不推出到呢 現在是 即是市場已經是沒有耐性 再等你了 你說沒有用的 你說那麼久沒有用的 你推出不了 什麼問題呢 沒有說不知道 技術問題還是什麼不知道 規則問題 交通安全問題 不知道 是嗎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一季 他出車的增長已經是跌了8.5% 我們上季都說過 你今季又跌4.8% 股價怎麼會不跌呢 他比較煞食的就是充電樁 充電樁 和售後服務 或者是他現在的自動駕駛軟件 你看看他已經跌到那麼低了 已經是 跌到那麼低 還低於 2022年那個 就是第二季 你看這個跌到多低 我們看一看他今季的業績 去到今年的6月30日 即是4、5、6、3個月 最大的收益 一定是賣電動車 他有名叫Tesla 大家看到 他2024年4、5、6月 賣車收入 185億 一年前204億 當場死亡 他的毛利率是保留的 45億 一年前是45.3億 但是可惜 他的經營支出 是由21億 升到29.7億 結果他的順利 由26億大跌 58% 去到14.9億 你的股價怎麼會跌完呢 絕對不會跌完 財務報表 是OK的 Current asset有529億 他總共的負債只有455億 他的Current asset裡面 現金 短期投資 應收帳 Inventory不多 有141億 即是三分之一 合格的 所以他的財務報表是健康的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 你看到38.5億 一年前是55.7億 很明顯 就是賣車賣少了 大家看到賣車 一個交叉 由204億跌到185億 充電裝 整個收入 或者其他的 可能是自動駕駛軟件 提升的收入是OK的 即是由13億升到28億 服務的那些 也由21億升到26億 但是租車就跌了 不過很少 幾億而已 主要就是你升的那些都沒用 因為你最大部分的跌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樣看 Tesla是頂不了 比55倍的 的PE 頂不了 當然有部分就是在中國的銷售 在中國的銷售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他大部分的銷售 還在這個中國的話 Tesla是很難擺脫 現在的頹勢 很難很難擺脫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行政問題 就是政策問題 第二真是整個中國的經濟都倒下來了 你主要放在中國你不死 你看LV LV只有1%增長 Hermes也要跌 你想一下 你看Like 你看Like跌到 你一貼下去的中國 連我們的Nurulemon有少少貼中國 都釘了 幸好它還是世界品牌的意思 如果你好像Tesla 大部分車 我記得我們分析有六成 他的賣車都是在中國的 那你怎麼會不死 又要減價呢 又要減價呢 那你怎麼撐呢 所以沒有得撐 不知道了 因為我不會買Tesla 如果大家開了Tesla 自己想 我不想說那麼多 我知道有些讀者不喜歡聽 我買了Tesla Tesla有什麼不好 有數字看 是吧 你說沒用的 Elon Musk 是吧 你說很多話 跟著科技之外 你的財務報表是不行 就是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不好意思 今天就OT了 你聽到我的聲音 都快沒有了 待會就不知道怎麼錄 那個地產小專家 今天OT了 說到一個小時 我猜要18分鐘 下個星期就縮減了 鑽石狗組合 222% 3條2 我們都跌了差不多20% 美銀35萬美金投資倉 110% 我們都跌了十幾%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道指昨天就跌了504點 納指更加跌了654點 剛剛看到恒指曾經跌穿過17000點 曾經跌穿過17000點 我想都很難受得住了 我說了很多次 人們經常說我搶衰港股 我不說那麼多 你持有的就自己好自為之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址 YouTube投資筆記 如果大家訂閱的就訂閱8月份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也一樣 大家如果訂閱就訂閱8月份 我們兩類型的節目 免費的我就不重複了 你現在聽的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就是了 收費的只有兩項 YouTube投資筆記 以及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我們兩類型節目的收費 大家看看螢光幕 我就不重複了 銀行賬戶 轉數快電郵 以及PayPal賬戶不變 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明天的地產小專家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把解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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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會 名字